欢迎大家来到熟灵教室 我是一路讲的一个处理生命的方法 叫做轻松得胜 曾经讲过几点 第一点就是天天饱得神的慈爱 第二点就是当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和遵从神的时候 神就会凡事祝福我们 第三点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 有奇妙的计划 由处理生命 就是不要被人和环境影响我们 而今天我们讲到第五点 就是用神的价值观 取代世界的价值观 在亚国书四章四节那里说 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一些世界的价值观影响 我们从小到大可能觉得赚钱很紧要的 钱是很紧要的 被人看得起是很紧要的 我们要讨好人 我们要比较好人 或者是觉得男大当分 女大当嫁 如果没有结婚就很惨的了 有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被这些价值观影响 以至我们整个人没有力量 没有释放 也都被世界控制我们做些什么 令到我们经常追求钱 追求成功 在人眼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或者要说话比较聪明 或者到年龄的时候 觉得未结婚 心就很不开心 很烦恼 都是因为我们被这些价值观影响 现在我又用德性五部曲 处理一个很容易影响我们的世界价值观 就是赚钱很紧要 可能从小到大我们都觉得赚钱很紧要的 没有钱不行的 就是一定要尽量找一份工赚很多钱的 这个思想是影响我们的 这个德性五部曲第一步就是说 我敏感到 原来我很紧张钱的 我很害怕自己没有钱 很害怕没有钱人看不起我 很害怕如果没有钱的时候很不行 这个是我敏感到这个问题 接着第二就是 我只要有破坏性 因为这样的时候我就会看重钱 又不是相信神的供应 不是倚靠神 而是看重钱 我知道这个是破坏性的 会影响我和神的关系 也都令到我没有信心 令到我不开心的 第三用圣经的观念处理 圣经告诉我们 神在我们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还有祂是掌管世上所有的钱的 世上发生的事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 所以钱去哪里是神决定的 神会将钱赐给那些愿意跟从祂 顺服祂的人而尽他责任的人 所以当我们亲近祂的时候 神会将我们的虚荣赐给我们 虽然眼前好像死了 没有钱了怎么办呢 但当我们顺服主 亲近主的时候 主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然后接着第四 亲近神得力 可能我有这个观念 都未能够将它应用在生命之中 我们就倚靠主 赞美神 又看圣经 主啊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帮到我的 神啊你能够行神职歧视的 正如以前 我有经济的需要的时候 你都帮助我 今次你都能够帮助我的 然后第五 选择 选择不被这种影响 我选择 不要经常看重钱 我选择是跟从神 倚靠神 神一定会供应我需要的 每天去宣告神一定帮助我 我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虑的 我可以看重神的事情 也都能够忠心奉献 不用怕奉献之后没有钱的 越奉献 神的恩典越大 我自己由初信之后 没多久 我就十一奉献 我就发觉 神很多方面祝福我 真的发觉 原来越跟从神 神真的在经济上祝福我们 于是我就不用给这个 世界价值观 就是看重钱 这一样东西 影响我的生命 接着我又讲到 另一个影响我们的 一个世界价值观 就是要比我称 因为从小到大 可能周围的人会说 他比我称 你没有那么力 他读书很厉害 我们就会有个心理影响 就说 哇 我要比他更好 我要比他更好 让人来赞我 不要只赞他 这就进入了我们的深层里 成为我们的价值观 当我们受这个价值观影响的时候 有什麼後果呢?就是我們經常要聰明人 經常要跟別人辯駁 有些人很容易跟別人辯駁 就是什麼呢?別人說什麼呢? 他當然會說不是的,不是的 譬如一個例子,他說 那輛車真的很划算買 他就會說什麼划算? 這麼貴的車怎麼會划算? 好了,到有個人說 哇,那輛車很貴 他說什麼貴啊?哪裡是貴啊? 這輛車的價錢很適合 就是總之別人說什麼呢? 他總是要說反話的 這件事是想證明他自己比別人厲害 當我們敏感到自己 哇,很容易要說反話 或者要辯駁的 經常都要證明自己比別人厲害的時候 我們就敏感到 我們裡面有這樣的價值觀 當我們敏感到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有破壞性 因為會令到人覺得 哇,你經常說話都這麼容易爭取 經常都要比別人厲害 那也都 原來我們越是能夠欣賞人 反而能夠建立人的 反而要證明自己厲害的人 是很難欣賞人的 然後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聖經就教我們怎樣呢? 叫我們欣賞人 去鼓勵人 去建立人 去幫助人 然後我就親近神了 主啊,你幫助我 神啊,你幫助我 真是欣賞人 看多些人的好處 多些鼓勵人 多些是幫助人 成全神在人生命中的計劃 然後呢,第五 選擇 當在心中想爭頸的時候 立即說 咦,我現在想爭頸了 求主耶穌幫助我 立即不要爭頸 人家說的話 都有他對的一面 我試試聽聽人家說的意見 欣賞人家說的意見 這樣的時候 就慢慢改了這個爭頸的習慣 接著我又處理另一個 影響很多人的價值觀 就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 婚姻可以是美好的 當人真是愛主又彼此相愛的時候 婚姻可以是非常美好的 但在聖經也都告訴我們 一個人能夠獨身 事奉主也都是好的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安排到 他是結婚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說 哎呀,死了 我年齡大了 我周圍的人經常提醒我 喂,你沒有男朋友 沒有女朋友 我跟你介紹好不好 有些人就會很不開心 每一次人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很被這件事影響了 但是其實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那些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可以更多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服侍主的時候 我們可以祝福更多人 但是這個世界價值觀 實在影響很多人 因為很敏感 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結婚 好像欠缺一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用聖經處理的 首先我們敏感到自己 原來這麼敏感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一旦有人看這件事我就很不開心 然後我知道它破壞性 因為它影響我們心裡沒有平安 第三,用聖經處理 就是說當我們信服主的時候 被主使用 我們祝福很多人的時候 就真的好像很多兒女 也因為神的家裡 有很多弟兄姊妹 好像一家人一樣 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可以接受我自己是單身的 而單身也有單身的自由和喜樂 我可以欣賞和享受單身的 即是用聖經的觀念來處理 第四,就是親近神 這件事可能需要一段長的時間去宣告 神,你愛我 雖然我單身 但是我依然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生命可以很大發揮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別人說什麼話 我不需要被他影響 那我用多時間親近主的時候 可以不給他影響 接著第五,選擇 我選擇 我要宣告 我單身是恩典 我可以有自由服侍主 我可以自由去服侍更多人 我可以很開心 我可以享受生命 當我們這樣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被這個價值觀影響 那如果有些人經常跟我們提醒的時候 我們就說 其實我很開心單身的 我單身我又肯定自己能夠開心 有些人在婚姻裡面其實都有些困難 但我自己真的覺得生命裡面 時時都蒙福 於是人家說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 不要緊的 我其實很享受單身的 感謝主 我是單身的 我真的享受 我不給這個影響 這樣的時候 就算是單身 都可以單身得很開心的 我們所有人都是被某一些 世界的價值觀影響的 這些世界的價值觀 好像一條鎖鏈鎖著我們 令我們沒有自由 好像要達到某些人的要求 要令到某些人歡喜 就令到我們不能夠釋放 做神要我們做的事 但是當我們深信神的計劃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啊 我不要給這個世界影響 我們是要達到你想我做的事 我希望大家能夠 敏感到自己裡面的世界的價值觀 用神的價值觀來取代 大家休息一下 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怎樣處理罪 和在所有的罪上得盛